欧盟27个成员国当地时间4号在10票赞成 5票反对 12票期权下 表决通过向进口中国大陆电动车 在既有的10%关税上 在加征高达35%的反补贴关税议案 将最高加征进口关税推到45% 我们永远希望在这个情况下 为了提供的关税 我们想要是禁止的关税 就怕相对便宜的大陆车涌进市场 伤害本土企业 欧盟要在原有的一成税率上 对比亚迪加征17% 吉利汽车加征18.8% 上汽和其他品牌加征35.3%的关税 将在10月31号起生效为期5年 但包括汽车大国德国 匈牙利都投下反对票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警告 欧盟正在向中国大陆打经济冷战 德国业者则担心 加征关税可能会遭到大陆 采取报复反制 大陆电动车发展战略之一 就是禁军欧洲 比亚迪在9月才收购德国一家 大型汽车经销服务商 有分析评论就是要在汽车工业重镇 德国进行重要战略部署 欧盟议案通过后 大陆商务部表示坚决反对 批评欧方严重违反世贸规则 干扰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 双方将在10月7号进行新一轮谈判 TVBS新闻王星棠蔡一杰综合报道